吉安鄉盛南宮捐贈吉安鄉公所2000斤的白米 鄉長遊淑珍 感謝盛南宮常年關懷鄉內的弱勢家庭 同時也會把盛南宮的愛心轉正跟鄉內的中低收入戶 花蓮縣吉安鄉盛南宮中央輔助的白米留好 並且捐贈給吉安鄉公所來做好一年一次的關懷活動 這次因為結合吉安媽祖 媽祖慈悲那針對我們七月份所做這些普度的一些共品 還有這個所有的善信大德所捐贈的白米 這次一共捐了2000斤 那非常感謝我們這個所有這個善信的所有人的議局 那這個我們盛南宮也秉持著取之於社會回饋於社會 那以這個理念來跟大家做分享 特別感謝我們吉安鄉公所以及六個村的村長 那特別來這個代表接受這個捐贈 那針對這些我們這個低收入戶啊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做這種發放白米的行動 那希望這個所有的善信大德有空都能夠來 所以聖南宮歡迎大家來做來泡茶來參香來拜拜 吉安鄉的女主持人相當感謝吉安鄉聖南宮 長期關懷向你的弱勢家庭 讓他們感受到滿滿的愛心 媽祖慈悲謝謝聖南宮長期為我們開啟了社會救助 我們巷弄鄰里關懷貧護的這樣的一個關懷工作 我相信滿滿的這個媽祖的愛跟我們大眾的這樣的善心 益助到我們的吉安的熱視家庭 帶來滿是關懷帶來滿是溫馨 以及庇佑大家合家平安 再次感謝我們主委吳建志議員 為我們做的這樣的一個布施 希望我們這個吉安鄉的鄉親 吃了以後能夠平安健康 也再次感謝所有宮廟 在這一次的這個普渡期間 給我們預祝吉安鄉滿滿的 這樣的愛與關懷 吉安鄉聖南宮主任委員吳建志表示 有敢於媽祖慈悲的心 對吉安鄉鄉今天的中心收入戶的關懷是不間斷的 加上信徒們相當支持宮廟散佈愛的活動 讓關懷力量能夠把光發亮 這對鄉親親的報導